非常欢迎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来上微积分这个课程 那这个微积分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说这个微积分很重要 所以那个请显示不出我的名字 非常非常的重要 相信大家也知道 所以大家会花一个暑假的时间来学习一下 那我们等下会进程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课程 那中间大家没有想问 好 等一下 好 我们就要进一座了 好 那个严隆老师 那现在是政治大学应用师 然后也是政治大学的学务长 那这个我的博士是数学博士 就是在UC200 加州大臣200的校区 念的数学博士 然后那现在也是很多的社团 包括我们的政大的爱爱会是一个服务新的社团 咖啡社 还有树里资讯社 还有开放设计研究社 四个社团的社团指导老师 就是发现老师常在做杂志大发的事情 然后同时也是台北市野鸟学会的解说员 那这个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到现在的可以历程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像我在念高中就大家的年龄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其实是觉得自己的程式写的还不错 所以对写程式很有兴趣 所以本来应该训练资讯相关的科系 那可是我们那时候的资讯相关科系其实没有很多 所以大家就 所以那个时候表哥就推荐我说 那个可以念应用数学系 所以我就进到了我们政治大学应用数学系来念 然后那才念了 才刚刚进去了以后就发现 这个感觉有点受骗的感觉 因为感觉就很抽象的感觉 那时候我们没有 像同学们有机会来修这个先行的课程 好像相信大家在我们暑假修过这个课之后 你就知道说微积分到底 或是有一点点感受到微积分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那那个时候没有 所以一开始就变成非常抽象的一个数学课程 所以就变成不知道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就去港告公司实习 在大一的暑假的时候 然后就决定了 然后后来呢 后来转转转转转转转的就是 冰错阳茶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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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之 没有很久了 就是比较后期 就大学的比较后期的时候 其实我才决定要去念书 不然我其实变化的事情很丢 然后因为有很多杂七杂八的兴趣 这个后面大家 就是后面刚刚大家看到的 其实我指导的社团 几乎都是跟我们这边关系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那个助教 就是冯家慧老师 会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那他是 他是这一次虽然是助教 但是他其实是真正的老师啊 他是现在在那个永和的那个 九和高中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记得那个时候 在帮忙我们的微积分的 这个课程的时候 最初啊 最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帮我们很多的题目 是他帮我们设计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请他做一下自我介绍 来 嘉慧请 嗯好 大家好 那个我是孙嘉慧老师 那我现在是在新北市立井河高中 那就是今天的话呢 我会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课程会使用的 GGB的这个软体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好 就是同学们呢 到时候可以直接用Google这边 直接去搜寻GGB三个缩写 那你把它打进去之后 你看到下面的第一个网页 把它点进去 那你会发现说 他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功能 那基本上我们课程比较常用到的是 计算机套件的这一个 那因为3D计算机 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强 所以我今天也会稍微去做一下介绍 那它这个东西呢 它实际上也有APP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手机或平板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试着用这些东西去使用 那我觉得稳定性比较高的 基本上还是用电脑去使用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计算机套件 剪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你会发现就是这边有一个SY轴 就是我们传统的SY轴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看Y等于S 它的函数图形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 我这边画面没有变 哈 哦没有变吗 对 哦我没有按到吗 我看一下哦 前面有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还是大家大家都这样 我再试一次 那请大家要记得 其实有一些同学已经碰到 请大家要记得我们下载的是第五版 就经典五版 经典版的第五版 经典版第五版 因为第六版太新了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跟第五版不太一样 那它特别经典版的第五版就是原因 是因为第五版其实是非常成熟稳定的版本 所以请大家记得要下载经典版的第五版 好请继续 现在这边有看到我的分享画面吗 是有现在是Google的画面这样对吗 对对对好OK那我用这一个 那就是我们一开始呢 先就是打GGB在我们的Google浏览器之后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这个连接你就点进去 它点进去之后这边会有很多的类型 今天我们会用到的是就是计算机套件跟3D计算机 那它里面有很多功能都可以 就是你自己可以去试试看 那它也有就是登入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今天登入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的档案存在里面 那你今天就是如果去其他的电脑去使用的话 你只要登入那些的档案就都会在里面 那我们先看一下计算机套件 点进来的话会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有一个 很像城市可以输入的地方 它就是在这两次都是在这里 就是点进去了以后就看不见了 哦 哦 我看一下哦 刚刚不是本来是要大家下载 然后有了 现在是有了 它要切 因为它跳心事实上它没有跟过去 好 那我知道了 就是我们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你会发现左边有这边输入 然后右边的话则是有这个我们的SY平面 那你这边左边的打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你可以直接用键盘 例如我们今天想要看Y等于S的这个函数 它长什么样子 你就可以直接用英文去打说Y等于S 那它就会画给你 那可能你今天想说Y等于S很简单嘛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打Y等于S平方的话 怎么办呢 一开始我们可能不太熟悉要怎么去打 你就可以按刚刚左下的这边的这个小键盘 那这个小键盘点开之后呢 你就发现这边其实有很多的符号 可以去组合应用 那它这边的使用方法 其实跟Word的打法是类似的 例如我今天如果想要看Y等于S平方 我怎么打 我就先打Y等于S然后平方 再按Enter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边的图就画好了 而且它今天就是非常的厉害 是它会当你用不同的颜色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我今天这两个函数 我就是画出来都同一个颜色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那如果你今天就是想说 好像就是第一个我刚才打完之后 我不需要它 你就可以直接点 再一点它就不见 那再一点它就会出现了 再来是呢 就是这边的这个三个点点 它其实是一个 类似设定的功能 你就可以发现说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调整 那设定点看 你可以去做一些设定 例如说 这边的名称 你今天不喜欢它叫F 你可以把它叫做K 让它就换了 那如果你想要改变它的颜色也可以 例如说你今天可能比较喜欢紫色 那你的函数等一下就会变成紫色 样式的话呢 也可以调整 就是你可以去调整它线颜色 例如说虚线啊 实线啊 线宽跟透明度也是 那进阶的话呢 这个东西会比较复杂 那可能在比较后面的课程 我们会再做介绍 那代数跟程式都是更进阶的功能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好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要看的是3D的部分 回到刚才前一个页面 就是这边 刚刚我们试用的是计算机套件 那我们还有个3D计算机 一样我们可以点进去试试看 那3D计算机 因为它是3D的 所以它基本上去跑的时候 会慢一点点 对 你可能要给它一点时间 那3D的部分呢 它就很厉害 它就有S轴 Y轴跟Z轴 那你今天如果想要去看说 就是一些特殊的3D图形的话 例如说我们想要看 S平加Y平加Z平等于1 这样子一个很复杂的图形 我们之前只能画平面的 那我们就可以借助电脑的方式 来把它的图画出来 例如如果今天要S平加Y平 再加上B平等于1 它没有给我画出来 你这样多一尾啦 多一尾吗 对 好 那就S平加Y平就好了 这样有吗 还是我要同一达 可能前面改成Z的 好 那我们来就赶紧S平加Y平试试试看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画出一个还蛮漂亮的图形 就是按滑鼠的键按住的话 它这边就会就是出现一些可以调整的部分 例如说你可以显示隔线 你可以让我们的Z等于平面不见 你也可以把左脚子取消 那你其实也可以去做旋转 就是你可以按左键做调整它的视角跟旋转的动作 那你其实会觉得它长得很像Y的S平方的图形 那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可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模拟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图形 好 那我就简单介绍到这边 那时间还给阎龙老师 好 那个嘉惠再绣一下那个要请同学去下载的经典舞版 对 就大家在在做业交作业的时候 如果你是要再装在自己电脑里面 当然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做了 然后但是就是要最后是点GGB的版本 然后但是下载的话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是要下载经典舞版 第五版 是下载就要经典版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 经典版的第一版 对 对再分享一下画面 分享一下 好 下面就有经典版 下面就有经典版 这个这个吗 经典舞版 就经典版 经典版 还是进到那个 好下载还是要再下载 这个吗 APP下载这个 因为我没有下载 反正下载 对 对啊下载可以啊 然后往下往下 再往下再往下 这个 再往下 对对 好 这个 这个吗 好 经典舞版 好 就那个 这个 千万不要到最新的版本 最新版本是第六版 对会出很多的 很多的 第六版当然是比较新的 但是它会出很多的 很多的乱子 就是会发现很多老师会喜欢用第五版的原因 就是因为第五版算相对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版本 那第六版当然提供了一些新的功能 但是那些新的功能 尤其我们这本课程其实还不会用到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直接的使用经典版 所以我们就谢谢佳慧老师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准备要继续介绍我们的课程了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好 好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来要介绍的是一件 最重大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我先问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在那个 大家可以在那个 然后看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是不是知道说微积分最开始的 我们有些人会说它是发现的 有些人会说发的 不管怎么样的 就是微积分最早的创始者是谁 大家知道吗 可以在那个 很好 已经有人开始回答我了 好 非常好 大家可以继续的回答 同意也可以再回答一次 然后那个不喜欢你也可以再回答 别的答案 对 好厉害 居然有人知道那个牛顿叫什么名字 有一些太早一点点 很好 好 就大家认识很多的数学家 但是有一些他塞太早了 阿基尼的太早了 好 我们现在看到两个答案都出现了 好 很好 就是大家不是说牛顿就是来问的一致 还有同学是说牛顿和来问的一致 非常好 好 我现在要介绍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等一下我们要知道的事情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大家相信大家都知道 至少微积分跟牛顿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关系 好 就是微积分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 他都是一个创始者之一 至少是之一 那个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是数学界的八卦 然后呢 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大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在网路上呢 其实是可以找到任何一位念数学的他的主谱 也就是说他的指导老师是谁 他指导老师的指导老师是谁 他指导老师的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是谁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 我们就一直追溯上去 就是我一直追溯上去呢 就到会发现就是 在某一届的指导老师就是牛顿 意思就是说牛顿就是我们的师主 然后我还有帮忙大家把那个代数算好 就是第几代 因为到我的时候是第十八代 那所以到大家就是第十九代 所以从今天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从今天开始呢 大家出去就可以说我是正宗牛顿 微积分第十九代的传人 所以大家微积分一定可以学得好 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正宗的 从牛顿这边传下来的 我顺便介绍一下下 顺便介绍一下 就是呢 其实中间的这个主谱中间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有名的数学家 包括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 叫天才无限家 他是那个介绍那个印度的一个 非常厉害的神奇的数学家 拉玛努金 他跟其他的数学家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他的特色就是说 他今天会想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神奇 没有人想得到 他其实也不太能解释 他怎么想得到的一个数学式子 就是那个数学式子 比方加这个很复杂数学的式子 然后加起来变成什么四分之拍 好之类的之类的东西 就是他会想出一些 很奇怪的那些数学式子 当然那些数学式子 你可能可以当成说 那是一个好玩的 甚至是一个解谜游戏一样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 那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那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这个之后 如果我们有机会介绍到说 拍到底要怎么算的话 可以为大家来介绍 就是3.14159265 那些那些数字 就后面这样一串那些无线长 怎么算出来的 那大家就会知道说 他想到这种很厉害的式子 其实是对 是有帮助的 那话说回来 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 去看这个天才无限家这一部 就是介绍拉玛努金的这部电影 其实非常的好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他拉玛努金他怎么出现 就是出来的 然后他那时候拉玛努金 就是被那个英国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数学家叫哈代 他就是找去了 他就是他就是 就是他发现了拉玛努金 然后他就是邀请拉玛努金到那个英 英国去跟他一起去做研究 就剑桥大学 非常有名的大学 然后去一起做研究 那那个时候呢 英国的数学家 那个英国的数学家 大家常常说 那个英国其实在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重要的数学家 但是为什么 跟我们的师祖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我们跟我们维基奔也有关系 所以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下 然后说英国最厉害的数学家 只有三位 一位就是我们的师祖之一 就是哈代 然后另外一位呢 就是在天才无限家中间出现的 那一个也是我们的师祖 就哈代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littlewood littlewood 然后littlewood就是哈代的好朋友 在电影中也有出现 然后还有第三位数学家 就是哈代 再加上littlewood 所以这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啊 所以他们被誉为是那个 英国那个时候最重要最重要的数学家 那英国为什么会变成说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 就是为什么大家 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有点点 瞧不起英国的那个数学 那其实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呢 就是我们的师祖牛顿呢 他后来呢 就是我们的后代的子孙啊 也没有到多后代 就是牛顿呢 跟莱布尼茨那时候有一点点争执 就是不是牛顿跟莱布尼茨本的啊 不一定是他们本的啊 就他们两个派系有点点争执 大家都想要争执 谁才是真正的微积分的发明人 所以那个时候有点点真实 所以两派那个打的那个水火不容啊 那个虽然依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你在历史的资料上 可以找到说牛顿的确 在某种程度有比较早 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呢 因为又没有internet 所以其实在独立两边一起发现 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在我们现代来说 其实是不太需要认真的去争论 说到底是谁是最先的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 大家争执的很厉害 争执很厉害到最后呢 就变成说变成是牛顿跟 不是牛顿啊 英国跟欧洲其他的数学全部的隔开了 就是英国就是闹翻了嘛 所以就英国跟其他欧洲的所有的 所有的数学界闹翻了 所以变成说英国可以说 进入了非常黑暗的时代 好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然后呢 这重点刚刚说的重点就是 我们是大家都是正宗的牛顿的 第十九代的危机分传人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我们的停分方式 所以大家 并可以学好 这个最重要就是这样 那我们的评分方式是这样子 就是呢 我们今天呢 作业一共有六次 然后六次都是GioChva的作业 那GioChva这个软体的好处 就是它可以让你去做很多很多的实验 其实你掌握这个工具 你会发现用起来也很好用 我已经发现说 有很多同学已经在用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大家已经在问这个相关的问题了 那用起来非常的简单容易 你很容易 最重要是你很容易去做各种的实验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不只是说大家念在高中 甚至说不只是说在对我们危机分课程 那大家未来不管是念哪一个领域的时候呢 都会发现说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就要试试看 你学到一个很复杂的公式 你就想要去试试看 那GioChva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然后很多时候你想要更加的了解这个东西 比方说我们在所有的函数 比方我们不久之后就会发现说那个函数是一个非常重要 或是同学们已经看到的就知道说函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非常非常重要 数学大概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大概就是函数 所以你就记得一件事情 数学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函数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函数里面 那你很容易用GioChva画出来 你甚至可以很容易去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改变 比方说你想要观察说所有的二次多项是产生的函数 AX平方加BX加C这样的函数 这样ABC改变的话 那个会有什么变化 那你会发现很容易很容易就会发现说 我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到说这样的实验 那你可以做更多的实验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数学好像是你可以掌控可以实验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作业一共有六次 就是GioChva的作业 那作业我们在这边说明一下下 就是每一周呢 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了 每一周其实有我们就是根据那一周的主题去设计的题目 那所以你就是需要从这些题目中间选一个小任务 就是一个题目一个就好了 不用多做就是一个就好一个就好了 然后多做会不会有多分不会 所以你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就一个一个小任务然后去把它做出来就好 所以六次的作业就是每一次满分之十分 然后所以就是六十分那个是助教会帮大家改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线上测验 那我们每一个单元都有线上测验 那我们的单元不只是我们虽然是因为我们整个摩克斯的进程的规定 所以这个我们总共是六周 其实我们的危机分的分量其实很多 比正常的六周还要多 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 可能会花相当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每一周完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线上的测验 那这个线上测验是占百分之四十 就是每一周每一个单元都有 每一个单元都有 大概有八次 所以大家要记得要完成这些线上的测验 然后我现在要说明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请 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什么是截止的时间点 然后但是请大家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不要不要找那个不要去压死线 然后就是请大家早点完成 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早完成 也就是说呢 你今天可以拼死拼活 把作业跟线上测验在很快的时间内 例如两个礼拜内全部完成 这是可以的 可以 如果你觉得可以做得到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做 好 就是你可以提前 但你不能延后 就不能延后 就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说 那个每一个那个截止的时间点 好 所以这个就是线上的部分 好 所以线上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 然后再来呢 再来呢 就是实体的部分 就是实体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8月20 等一下我们会再说一次 就是8月20号 我们会有一个实体的见面会 那一天会为大家再分享一些 我们在中间的过程中间可能会发现说 这一次的同学们可能比较想要知道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会在那天做一个分享 然后会有一个小测验 好 这个小测验是规定要小测验的 好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小测验 好 然后那照惯例 我们会在也选出说在那个前面就是在线上的时候表现比较好的同学 然后会有一些给大家鼓励 好 那所以就大家希望尽力的去完成这些东西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抱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来学习 那其实并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 不管什么样的科目 不管什么样的科目 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变化实在太快了 所以不管什么样的科目 如果我们只是去被动的学习 我只是想要去攻克它 就好像弄一个像是一个什么高山 然后我今天要一定要去攻顶 这样的心情 有时候可以啦 但是通常对我们的帮助没有那么大 因为我们是比较只是 如果我们只是比较被动的 并不是好像只是把它变成一个 好像很艰深的一个任务要去完成它的时候 通常对我们的帮助比较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就抱着一个好玩好奇的心情去试试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个真的还蛮有趣的 然后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这一个东西即使后来的世界变化的再多 它也会变成你一个很好的养分 因为你从中间学到了 这个科目真的想要教你的 可能不是那些知识 可能是后面的学习方式 可能是它的思考方式 事实上维基分就是这样 虽然维基分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域 然后如果你是想要 未来想要去念商方面的 理工方面的等等 所有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 而且应用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然后呢 但是尤其是像现在做人工智慧跟AI的 人工智慧就是AI我在讲什么 反正就是做人工智慧的 其实维基分也是一个重要的科目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学习维基分 然后但是抱着一个放松好玩的心情 就像George吧一样 就是抱着一个好玩放松的心情 然后去做很多很多你想要做的试验 好 好再一次 就是请大家一定要下载的是经典5版 那你很容易确定 就是你在下载的时候呢 它的档名虽然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会有一个5或是6 5就是第5版 6就是第6版 好在Windows或是Mac都可以使用 所以大家大家都可以使用 然后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作业的截止的时间 那第1个单元呢 因为我们会有一点点弹性 所以第1个单元的时间点会比较多一点点 因为我们今天像我们今天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3天左右 那我们今天是7月6号嘛 那其实你就会发现 这个是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 因为我们到7月14号的时候才截止 应该是星期 7月14到星期五还是星期六 完了我现在自己定着自己忘记了 总而言之呢我们都是在某一个固定的 特定的时间点结束这一周 所以就是请在这一周之前 一定要把作业交出来 好星期五 好谢谢星期五 好就是每一周的星期五 对对每周五 每周五就是我们的作业截止时间 那作业截止时间刚刚已经说过了 像我们这一周的 这一周的那个 对第一个就是串起变形的高斯函数 你可能不知道在说什么 在我们的影片有介绍 其实就是我们的题目了 然后还有我们的连续函数的破坏网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今天有一个可爱的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相信大家还没有看到的也知道 反正就是连续的跑的那种函数 叫做连续函数 我要再一次强调 这个你连续函数什么都不记得 记得一件事情的话 对你未来的数学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尤其到大学了之后 不管不一定是念数学系或是用数学系 就是你念所有的科系 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科系都会用到数学 然后数学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函数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你只要看到有函数的东西 你就拼死拼活的把它学起来 好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连续函数就是 顾名思义就是连续的函数 这个废话 好 那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不连续函数 好像就剪一刀的感觉 那因为举后举后 它可以做一些动态的呈现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移动一个点 然后到那个点的时候 那个函数就断了 好像就在那个点的时候 我们会剪一刀 然后过去了以后 它又连起来 就是这样 这个还蛮有趣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要怎么样子去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就是去学说 其实就是去学说那个 那个连续函数的 就是去学连续函数的概念 还有怎么样把它变成不连续函数 那我刚刚有看到非常好 就是说那个没有看到 那个作业绞交的地方非常好 这个每一个 那个每一个该交作业的时间点 这个之后我会请助教再去检查一下下 就是嘉惠老师再去检查一下下 就是会开设要给大家讲教的地方 它会长得很像一个讨论区 然后那你去教的时候 你就可以稍微的叙述一下 我们一定要交那个点GGB党 就是Gyoshua的档案 点GGB党再一次 作业一定要交点GGB党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只交点GGB党 因为你的作业可能是非常高级的 好玩的有趣的作业 但是如果你只是说 我的作业如副党 这样子还可以啦 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练习一下 呈现说自己的一些心得 比方说你在做这个 其实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档案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你要说一下说 你经过了非常多的实验 还有失败还有挫折 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个金氏骇鼠的大作 所以说这个稍微说明一下下 然后非常鼓励大家也可以截图 因为他就讨论区可以截图 把那个图贴上去 我已经发现很多同学已经会了 非常好 然后甚至有很多同学发现 其实我还可以输出成动态的GIF档 非常好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这边就去 就去试着去做做看 好 然后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疑难杂症区里面提出来 就是我们在那个E1的那边 就是我们的那个平台上面 有一个叫做疑难杂症区 就是我们的课程里面 有一个疑难杂症区 就大家有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那边发问 因为在那边发问的话 比较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别人的问题 那你的问题可能也是别的同学的问题 那你就帮了大家问了 或是你会发现 别人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看那个是 是怎么样去解决它 好 那是第一周是这样 然后第二周以此类推了 就是每一次 你就会发现说有若干的问题 是在每一个单元的建议的题目 就这样 再一次选一个就好 选一个就好 选一个就好 你不要觉得说这个选一个很轻松 是啊 是很轻松没错 那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我就每一次都比方说7月21号的 我就在7月21号的来开始来做这个 我好不要 这一定会出乱子 因为这些平台都很有趣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那个截止的时间点常常出乱子 所以每一次都有同学抱怨说 这个我在教的时候突然那个电脑不让我教了 这个 所以说一定要提早 所以一定要提早 请大家一定要提早 就是做完了一定要提早 然后你就开始早一点点 去开始做各种的实验 想办法去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Jorge把这个作业做出来 好 那依此类推 第三周第四周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题目在等待大家 然后第五周第六周 好 再记得 这个每一周不是 不一定只有一个单元 有时候是一周内就塞了两个单元 就这样子 这个再一次 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时间比较紧凑 所以有时候真的会比较多 那每一个每一周的影片的内容 大概是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因为是摩克斯的课程 所以大家可以用非常零零碎碎的时间 去把这些影片给看完 好 所以说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是要花一些时间 因为你需要花时间去思考 然后去想 然后去做作业 就是这样 好 然后再来呢 每一个单元都有一个测验 这个刚刚已经说过 所以我们一共有八个线上测验 请大家要记得 记得一定要提早去做这些线上的测验 好 让我们的实体见面会呢 再一次就请大家要把时间留下来 就是8月20号的是我们的实体见面会的时间 好 然后下午有测验是一定要参加的 那上午是大家可以选择要参加或是不参加 好 然后再来 再来就介绍到我们的课本 这我们课本 我不知道同学们 大家是准备 是不是已经决定好说 未来想要念的科系是属于比较属于自然主 还是社会主的 那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未来准备要走哪一个方向 我相信大家在这一次学的维基分其实是很不一样 就是可以接到任何一个你要往哪一边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那我们的课本是叫做 所以虽然我在这边要解释 虽然它的名称叫做商用维基分 它叫商用维基分的原因只是因为在里面的应用比较多介绍是商用上面的应用 虽然说是商用上的应用其实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 比方说去做计算复利啊 或是去计算什么东西 它的例子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对我们有帮助 所以说那个所以说它只是例子上是商用的 但是它内容上其实是适用到所有的未来可能有兴趣想要念比较理工方面的 甚至想要念数学系还很好非常的欢迎 然后那那个就是都可以 那有两个版本 这是三位老师写这三位老师都是我们这个本来都是我们的政治大学应用数学系的退休的老师 他们三位都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经验 都是我们的金牌老师 那所以他们三个和三位和写的这本商用维基分 所以请大家要记得我们是有课本 那你有很多东西要看比较详细的时候你需要有课本 然后上面也会有练习的问题 然后请大家是那个请大家是那个那个就是请大家去去那个记得要要去买这一本书 好那但是这本书其实有两个版本 所以我现在介绍一下下两个版本有什么差别 那原则上如果你想要买比较便宜的版本的话这本我们的课程大致上大致上其实有一点点比这个还要多 那大致上就是商用维基分这本也就是比较薄的这本其实是可以的 然后但是呢如果呢你觉得要比较完整的事实上 事实上 例如说商学院理工科的不用说了 例如说商学院的其实是这本还是比较足够 就是你未来你决定说你想要念的是商学院好 那这一本其实是比较足够的那理工科就更不用说了 那其实这本比较足够 有大本其实是比较足够 那内容它的内容是比较足够 足够去做这些事情的 然后那所以说其实如果我觉得是可以的话 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就直接购买的是维基分的第四 维基分第四版就是这个完整的版本 好两个版本都是华台出版社出的 然后都是这三位老师写 事实上当然都是啊 因为我就都已经说过有一本是精简版 商用为基分那本其实是精简版 好不知道大家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看到同学非常好 要怎么教作业就是同学们现在关心的问题 真的是在非常非常的好 好那个我先回答那个那个怎么教作业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就是该教作业的地方 会有一个教作业的区域会产生 那有同学非常好看的非常仔细 会发现已经有了 只是现在当前是关闭的状态 这个我们会再一次 我们会请佳慧老师再帮我们去把所有的去检查一次 然后不久之后就会全部开启了 好我们有说过就是你的速度很快的话 你可以用比较快的速度前进 好这样可以好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高四函数只要变形就好 没有错高四函数其实高四函数就请大家去看我们的影片 你就会发现这个我们这边的高四函数 因为高四函数其实不太我们这边高四函数是突然不会讲的 就是呢在就是会标准的不连续的函数了好 就是那个取高四函数相信大家知道就是取诊出来就1.3 他就是取高四了以后他就是1 我们是指这个函数我们是指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其实很有趣然后很重要 然后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从这个函数里面 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东西出来 好那那这个什么有趣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那个我们的影片有示范给大家看 其实的确是那个变形 那个变形可以变得很酷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影片 然后就得到一些灵感 好那不知道目前为止大家对课程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是有没有什么想法要说的 有什么事情要分享的 有吗 好像有 好给一点点时间 大家如果想要用打的就可以用打了 好就是平常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那个欢迎那个哎这个还没哎等等 作业区还没有开啊 所以做不管是说那个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把那个状态打开 或是还没有总而言之作业区我们会请教会老在之后再 再帮大家检查一下 就检查所有的都会正确的打开 然后因为那个时间点也要去设定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非常好 大家现在就非常关心作业区 实在太感人了 很好 然后那问问题的时候 因为毕竟是维基分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虽然有很多的辅助的工具 现在 然后但是你觉得数学符号很难打的话 你也可以是用贴的 就是你的问题就是那样子 你也可以是用贴的 就是这用手机照一下 然后贴上去啊 也可以 好 所以就是这样 就是把你的问题 用各种的方式让助教 或是我 知道说那个你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好 那目前暂时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吗 很好 很好 哎 好好好 又突然又看见了 就是可以介绍 输怎么样子输出 就变成经典舞版的时候没有输出 好 我现在我现在把9把打开一下 8月20号没有办法来的 这个可能要问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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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阳明教大那一边 对 因为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规定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有没有权利说 啊同学不用担心了 没有来就算了 就这样子 其实我不知道 可以可以问一下 那他们如果说这个 我可以决定 就老师可以决定的话呢 这个你就不用太担心 那我们就会用那个 你本来的 什么叫你本来的 也就是你线上的成绩来做计算 所以不用太担心 但是要 去询问一下说 是不是这 是不是这件事情 老师可以做决定 我们也 那到时候我们也请那个 我们那个嘉惠老师去 帮我们去也帮我们确认一下好 这样 好 好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可爱的 对我现在开的是等一下 哎 为什么呢 跟我再分享一下 我记得我 我不是开视窗 好 我再分享一次 走 我选错了 还好 及时的发现 好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呢 现在电脑上就是举肉举把的样子 就电脑版的举肉举把 好 好就这样 然后那跟前面嘉惠老师介绍的方法是一样的 这个字才有够小的 对大家可能不会很小 我们现在先不要管它了 这个字可以改大 然后呢在这边档案这边呢 档案这边汇出这边呢 大家是不是有看到这个可爱的动态GIF档 就在档案那边的汇出这边 就会有一个动态GIF档 好这个是因为这个是最准确的 是我今天才装的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确认是装到第五版 就这样 就一定要装到要确认装到第五版 那第五版的时候呢 在档案的汇出这边就有一个输出成动态的GIF档 这样好 那你就会输出成动态的GIF档 当然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图是你的东西是真的是动态 你真的是会动的 真的会动的 真的会动的 我很快的示范一个给大家看好了 我先示范一个白痴一点点 因为要示范这个其实这样的真的太小 字体大小48 看起来比较顺眼的大小的字体 然后呢我们就是来做一个 我们顺便示范给大家看那个怎么样子去做 怎么样子去做一个画图 为什么大家的档案这么的复杂 会出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 会选会出那边看不见吗 会出的时候就是左边那一些 看起来好像更伟大一点点 但是却偏偏没有该出现的 然后上面是写那个第五版吗 就左边的是Georgia Classic Five 真的哎呀实在太太太悲悲伤了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感觉好像比较高级的版本 真的真的太奇特了 我们这个之后这个几乎我们再来研究看看 那总人员质言而总之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可以的话呢 我们现在想要输出的是那个动态的 动态的图的话我们来看怎么做 就是我们这至少图一图示需要是动态的 那我们就画一个很简单的函数 就是我今天呢输入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跟数学很像啊 就是A4Fix等于A层上 A乘上那空格就是乘的意思 乘上X平方就是AX平方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Georgia 就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一个A在前面呢 A到底是什么呢 那其他程式员都会说不行啊 你不能这样子做啊 你该死啊 这个你没有定义A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按Enter之后 Georgia有什么反应 Georgia就会说 那你是不是要新增A的数值滑感 说对 大家就会新增一个A的数值滑感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酷炫 所以我们拉到旁边来试试看 然后你就会可以看到说 这个你就可以在这边拉动 你就会发现 它就会真的这样动起来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A是大于0的时候 它这个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A小于0的时候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我知道大家在很多学的时候有学过 甚至自己把它记下来了 那不久之后我们的维基分就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现在先不管它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Georgia很有趣 即使我们不太懂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有趣的试验出来 然后我顺便说一下 既然我都打开了 我们就顺便说一下 就是我今天点两下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一个属性可以修改 好 属性修改 它为什么跑到这个 它为什么 好 那修改包括可以改颜色 这个实在有够小的 比方说你要改成红色 然后呢 那等等 那样式 样式可以改线宽 你比方说我比较喜欢粗一点的线 这样 然后线的样式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你可以选不同的线的样式 总而言之 你要做的任何的修改 就是在那个属性那边 就这样子 好 然后呢 然后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事情是呢 我今天要输出东西的时候呢 我可以 我不可以 好 我可以把这个图呢 不是这个图啦 就这个画面 突然不太会用电脑 真的是糟糕了 哎 好可爱的 我去把它突然消失不见了 好 就是呢 我可以缩减 比方说我想要只有到这样的画面出来 想要输出的画面只有这样子 那我就可以缩到这里 然后我再按汇出 就在档案那边做汇出 然后汇出这个地方呢 可以是可以是那个GIF档或是可以是其他的档案的格式 对啊 为什么没有大家会有没有上面或是标准的图档这样子 都可以大家就可以做这样的汇出 好 那记得GIF档它是独立型的一个 好 那那其实这样就可以做动态 那我们可以在荧幕上我也可以开始看 这边有一个开始动画 我这边刚刚做的太快 就是我在我想要修改的时候呢 我可以按滑鼠的右键 就是指着它 指着我要修改 比方说这个数值滑感我要做修改 我就要按滑鼠的右键 然后这边右键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叫做开始动画 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就自己动起来了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也发现说这个我们的给的位置好像不太对 它就是这样 然后你也会发现这个好像动得太多了一点点 它很久才会改到我们要的样子 所以你也可以去调整一下 例如说调整从负2到2就好了之类的 就这样 那这种会动的我就可以输出成GIF档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GIF档 会动的GIF档 大概这样子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除了刚刚实在是弄不出来的之外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吗 OK 好 不知道大家今天最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 好 就是就记得今天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 其实也是我们微积分课程一开始说的事情 数学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函数 然后呢 那在微积分我也会说 影片里面也会说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微积分是我们人类知道 研究函数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工具 就全宇宙最重要就是微分跟积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工具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微积分的原因 那我现在来解释一下下说我们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微积分会是 对不起 函数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所有的那个所谓的人工智慧 其实做的事情是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一个函数出来 我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 就今天呢 我今天假设说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人脸辨识好了 就辨识人啊 辨识人 那假设现在我们是比较简单的情境 所以这个我们想要辨识的人只有两个 我为了区分 就是第一位他是有头发的 第二位他就是没有头发的 好就这样 好假设我们只是要辨识这两个人 那我们在那个 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去用AI去辨识这个东西 那那其实AI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做出一个函数学习基础吧 所以我们通常也是写F 就是函数嘛 然后输入的时候呢 就是某一个人的照片 某一个人的照片 好假设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要辨识说哦 这个是上面的这两个人的哪一位 这样 那但是因为电脑里面只能处理数字 电脑只能处理数字 所以他会先把图变成一堆的数字 比方说呢我今天输入的图的大小是512乘512大小 他就有512乘512个这么多个数字 就是一张照片 但不止这样子他会有那个三张 也就是说呢他会在数位相片的储存方式 一个很标准的方式就是我今天用三个矩阵 例如说512乘512像素这么大小的一个张照片的话呢 他就会用512乘上512的矩阵 但是是三个矩阵为什么三个矩阵 因为第一个矩阵代表说每一个点的红色的强度 第二个点的矩阵代表每一个点绿色的强度 第三个矩阵代表每一个点 每一个像素就每一个点 他的蓝色的强度 就每一个位置的蓝色强度 就这样子所以他需要有三个矩阵 那其实大家如果有意识到就会知道说 我们刚刚说的刚刚好是RGB三原色 就是最终就三种基本的颜色 所以他合起来就会把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照片 就是可以可以伸出一个照片出来 就是我们看到人类看到是一个照片的样子 所以他输入是一堆的数字 那输出的时候也是需要是数字 那所以他不像我们 比方说这个叫做小名 没有什么原因 他叫做小光好吧 这个随便嘛 那是光头 好 那我们其实不知道 但是电脑其实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 就是我们人类是会认一个人的名字 但是电脑其实不会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我怎么样子让电脑告诉我说 这个到底是小名还是小光呢 那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告诉说 电脑说小名是一号 小光是二号 就是这样 好就这样 那最标准最标准的方法呢 就是最后输出的时候 就是输出两个数字 这个第一个数字的第二个数字 所以这个是小名的分数 这是小光的分数 就是这样 就他如果是小光的分数 电脑觉得他是小光的话 是小光的话的分数 那比方说那电脑发现说 这个小名的分数是1.5分 那小光的分数是0.3分 所以那意思就是说 电脑觉得他是小光 那反过来电脑就可能是觉得他是小光 所以呢 我们就今天就是准备要把这个 前面的这一堆数字放进电脑里面去 一堆数字 然后呢 希望电脑可以融出 就会输出来就是两个数字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变数 定域是多变数 直域也是多变数的一个函数 那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函数的话 我就可以做这样的 人里面是这件事情 就每一次放不同的照片 那放不同的照片就是放不同的 512乘512乘上3 这么多个数字进去 然后输出的话就是两个数字 就这样 我们就要把这个函数找出来 好所以AI其实就做这件事情 所以AI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把一个函数找出来 所以呢 我们 我们就是 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 所有所有所有的跟函数有关系的 函数有关系的技巧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 所以函数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记得说函数非常重要 那 那个世界上的函数到底有多少个 很不幸的是有无限多个 但是我们在维基分课程里面 会告诉大家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函数只有四种 这四种基本上都学过 所以你就知道是哪四种 而且不是是我们在高中的维基分 才是那个最重要 实际上到大学到研究所到博士念完 他还是最重要 基本上还是那四种函数 所以就是那四种 所以拼死拼活都要把那四种函数 例如说用举头举头 会画这个图 例如说我们会学到的维基分的技术 知道说这个图形 还没有画我们就知道它图形成什么样子 等等的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记得说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学函数 那维分跟基分就是函数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技术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准备要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在这个时候问的 不管是对维基分的想法或是任何的问题 好顺便说一下就是你要问的问题 其实你不一定要问那个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你疑难杂症你不一定要问的是维基分的问题 那不要包括说你觉得你其实是想念什么样的科系 那不知道对维基分到底有没有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 或是什么 或是说你学了维基分之后 或是说你对什么什么方面有兴趣 不知道在准备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准备 然后不管是数学或是其他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地方等等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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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欢迎大家问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我们会为大家解答 好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我们就准备要到这边要结束了 好像有人在发问吗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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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版其实你用 其实用今天嘉惠老师介绍的就直接线上版也可以 没有问题 只要是点GGVD 就可以 对 那经典版是我们比较确认的是经典版在所有的功能 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设计这些题目的时候 其实是用经典版设计的 那你会发现你其他版本比较熟悉 这是可以的 这没有问题 好 然后甚至你学会了那个嘉惠老师教大家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我就是要在网页上用 那我甚至不用输出GGVD 就是我今天只要可以分享 因为重要的就是要让嘉惠老师要看到你的作业 所以你今天学会了说你就登录账号然后你学会是分享让别人可以看得到你的作业的成品的话 那其实你用什么版都可以这样 你用网络的时候也可以 甚至不用产生GGVD 你就只知道怎么分享就好 你学会怎么分享都可以 好 那当然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就再请嘉惠老师帮我们录影 录个影片说明给大家去看好了 好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在等待大家在打的时候呢 那其实你也可以开开麦克风说 然后等待大家打的时候呢 就是顺便再一次的强调 就是大家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 既然我们都是利用暑假来的嘛 就不要当成是一个苦差事 就是带着快乐好奇愉悦的心情来试试看 维基芬 其实维基芬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学问 我觉得而且他很有很多的很多 可以可不可以用荧幕录影录下来绞交 荧幕录影录下来绞交 让我来思索一下下荧幕录影 荧幕录影应该还是要有档案了 所以所以最后可以荧幕录影 然后当成当成那个 例如说GIF产生不了 然后发现荧幕录影好像感觉一定会成功 可以哦 可以有荧幕录影辅助 但是还是需要有档案就是了 这样这荧幕录影可以在交的时候 这作业不用同财互评 因为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人数 就是19位同学 然后我去询问了嘉惠老师 愿意帮大家亲自改这些作业 这样子 可以吗 很好 大家问题都非常好 而且很多是从来没有见过的问题 我们在开了几年之后 从来没有开过 图档上传GIF档可以 就图档你要什么样都可以 你甚至影片档刚刚同学问的 可不可以荧幕录影的影片档可以 因为图档只是让嘉惠老师很快的看到说你的伟大的作品 怕他自己点进去的时候 因为不会动嘛 所以可能有一些你真的想呈现的一个伟大的效果 他忽略掉了 所以你可以用图片或是影片来 来让嘉惠老师很快抓到你的伟大的重点 那但是再一次强调 这个不管你是用那个网路的版本 然后连接的方式给嘉惠老师 或者是你用点GGV档都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那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有档案 他就是这样 就这样 对 可以吗 非常好 对一定要有GGV档或是那个网页版的那个连接 一定要有 OK 好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当然再一次就是如果大家不小心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就是在我们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 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问 不要紧张 我们还有两次的就是在线上的机会 而且就是请大家在疑南杂政区的地方可以 就是就是问你的问题 好再一次强调就是你可能 那不只可以关于微积分的问题 如果你是对未来的想要 包括说学数学或者是学其他的东西 然后你是希望知道说 你对现在是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然后他到底是不是你想像中间的那个样子 你有这样的问题也可以 欢迎大家可以提问 好 可以给连结可以给连结 就刚刚说过就是你是网页版的可以给连结 好就确定连结你有正确的分享出来就好 就是这样 好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 那如果大家差不多今天差不多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我们就是下一次的 下一次的我们线上互动的时候再见了 然后再一次大家从其中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大家能够发问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 好 大家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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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